是的,今天又你们最爱的恐怖专题,不过,这次的恐怖片跟往常有点不一样,没有鬼魂,没有怪物,没有杀人狂,只有一句,女人的尸体,什么?尸体?尸体有什么好吓人的? 哈哈,别急别急,这可不是一句一般的尸体,苍白,欺美,诡异,离奇,保证让你怕到心慌慌,无名女师这位同学,你把手机倒过来干嘛?影片开篇就是一场血腥离奇的凶杀案现场,警察们在一栋民宅里发现了一家人的尸体,死状个个凄惨,死因也难以捉摸,经过一番搜索后,发现房子没有丝毫破损的痕迹,也没有钱财丢失, 基本可以出去抢劫杀人的动机,有意思的是,民宅的地下室里,埋着一具苍白的女尸,经调查,这具尸体和一家人没有任何关系,这家人到底是怎么死的?女尸为何出现?和惨案又有什么关联? 好家伙,一开篇就留下一堆谜团,为了查清这具无名女尸的来源,警察把尸体运到了当地的验尸房里,这个验尸房由一对父子经营,父亲主导,儿子助手,为了应付第二天的媒体,两人必须在当晚验出结果, 然而,随着他们的验尸渐渐展开,各种诡异事件接踵而来,首先,尸体明明死了很久,瞳孔都已经变灰,但一用刀子切开,又淌出烟红的血液,明明是刚死之人才会有的情况, 接着,尸体手腕膝盖都呈现粉碎禁骨折,五脏六腑满是戾气割伤的痕迹,但尸体表面却完好无损,就像你的脑里被轰入一颗子弹,脑壳又找不到弹孔, 然后,他们在尸体位列发现了一朵枯萎的曼陀罗,以及一片印有符咒图案的果实部,符咒,难不成和什么仪式有关? 与此同时,整个验尸房也开始不对劲了,灯光忽明忽暗,收音机无故响起骇人的歌声,存放尸体的抽屉开始莫名的开合, 连放在冰箱里的尸体餐纸,也开始流出鲜血,最恐怖的是,他们渐渐发现尸体的气色越来越好,脸色越发红润, 瞳孔也渐渐有了颜色,甚至能从他脸上看出,笑容,父子俩连忙把尸体的碎屑放到显微影下面观察, 结果,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这部电影在2016年被美上映,豆瓣评分7.4,好于91%的恐怖片, 无名女师绝对是恐怖片里的上层之作,她点出了恐怖的终极形式, 比起折磨你的肉体,她更想毁灭她,是你的精神,一般恐怖片里惯用的一惊一乍, 她都用得极为克制,相反,用层层铺垫的细节,营造出密不透风的压迫感来, 比如,穿在尸体脚腕上的灵档,影片开头,父亲解释过灵档的用处, 曾经我们难以分辨,尸体是昏迷,还是死亡, 所以验尸官在每一尸体上都绑上铃铛如果听见定的声音就说明有人还没离开言下之意, 只要你听到铃铛的声音,就意味着活跳尸,鬼怪根本不用出现, 只要听到不断逼近的铃铛声,就已经足够嫁人, 还有挂在墙上的时钟,解剖开始前,时钟上的时间是9点45分, 解剖结束后,儿子看了一眼时钟,居然还停留在9点45分, 这消失时间去乃了,难道这一切都是父子俩的幻觉,看出来了吧, 表面上无名女士情节简单,场景单一,实际上埋藏着无数的细节, 当你看完全篇,细细回想,就会感到细思极具的恐慌, 不过,即使除去吓人这一特点,电影本身的故事也足够精彩, 看着经验丰富的验尸官,一步步解剖尸体,划开皮肤,剪断肋骨,切下大脑, 视觉上就很刺激,随着他的解剖响解,一个个的悬念也开始滋生, 这些悬念牢牢地抓住了观众的好奇心,逼了我们猜测,思考,解密, 并在最后的结局豁然开朗,这就是悬疑电影最迷人的地方吧, 不只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更让我们亲自参与其中, 当然,影片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关于女尸的过去, 女尸身体上的图案解读都不到位,但是巧妙的设定, 烧脑的解谜,细思极恐的细节,层层递进的剧情, 都使得这部影片完成得非常出彩,总而言之, 只是一部非常值得戏品的恐怖佳作,最后的最后, 怕你们看多了女尸害怕,附上几张严女尸的妹子, 奥尔文凯瑟琳凯莉的照片,是不是没法了, 刀主,阿渡你怎么流口水了, PS,上周四的留言活动,恭喜以下三, 为同学获得最多点赞,阿渡近期将联系你们, 送出写不押正的电影票,阿渡小岛见影感谢徐征的药神, 为中国电影挽回尊严豆瓣3.0, 新流星花园,这是要笑死我吗?